在新北市三重有两栋违章建筑 屋主是80岁的退休教师 他竟然把这个违建 隔成了好几间的雅房 租给弱势 而且还要求他们要把补助当作租金 公务局勘查 除了发现里面的环境很脏乱 被断水断电之外 还发现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 而市府在今天上午派人 前往去拆除违建 同时也安置租在里面的这些弱势租客 双十一购物节要到了 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准备要来迎战 有业者他们就跟地产公司来合作 推出了线上竞标千万豪宅的活动 而且这个开标价是定在11块钱 不过其实房仲也特别提醒了 说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可能要先注意 除了竞标的价格之外 后续是否还有其他的费用呢 你要来自行负担 那我们这个机器总是2279 销售人员亲切介绍 强达板桥水岸第一排 明年农历过年就可以交屋 这次电商平台和地产公司合作 强达双十一活动 把原价1064万的物件 放到线上开放竞标 开标价定在11元 室内空间十一平大 却放得下两房一厅 就是因为它的梁柱呢 是放在外围的 所以呢让空间的灵活度更高 运售屋线上竞标 还开放消费者直播看房 等于免出门就能买到豪宅 四万 所以消费者在双十一当天的时候 其实11元就可以来做竞标 那看最后竞标到的一个价格 那不管价格吃多少 然后我们都会最后让这位得标者拿走 达不到它的底标 公司也会吸收这样子一个差 够为我们创造上百组的一个来客量 跨界合作搭上双十一的顺风车 要激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背后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学主杨昭新北报道 董事长林郭文艳 因为涉嫌隐秘华印公司的财报 今天上午是首次到地院来开庭 不过对此他强调说自己只是华印董事否认犯罪 另外还有大同有可能会在28号召开董事会 林郭文艳接下来还得要面对的是 董事长换人做的问题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为 他涉嫌掏空公司36亿元 从4月份开始被积压 积压期将在29号期满 其实法院日前就有准许张刚为 以总额1亿元交保 不过他却筹不出8000万现金 而今天再度开庭 张刚为在庭上是大打悲情牌 他就语带哽咽的说 自己已经身败名裂 借不到钱 也希望法官可以降低交保金额 平常大家拜神明都是鲜花素果 不过在彰化有庙宇 他们拿出来的是小朋友最爱的炸鸡大餐 来替太子爷办生日派对 有很多信众看到也觉得非常新奇 连线记者张成云 大陆有一家网路公司 最近就被网友爆料 说他们在厕所安装了计时器 要控制员工上厕所的时间 不过公司就出面澄清 是要计算厕所每天使用的时间 还有数量 才能够来判断以后需要增加的数量 买货公司的贵姐匿名爆料 说自己服务的铜鞋品牌竟然苛刻员工 这个品牌在各大百货都有设点 不过却为了要节省成本裁测员工 所以现在很多贵位都只剩下一个人在服务 忙不过来就算了 就连加班也没有加班费 连劳金法规定的立休假 还要自己花钱找人代班 直呼太不合理 瑞士信义成品地下美食区有外送员 因为他在等取餐等了太久 直接在店门口就对着外场的服务生发脾气 说他已经等了20分钟 怕会耽误到下一单的客人 而服务生也不断地跟他道歉 外送平台就表示 餐点制作完成的时间 是透过大数据来分析运算 如果外送员等太久的话呢 可以透过系统来转单 而餐厅业者也说 未来会调整订单时间 高档喜帖应该是开心到场祝福 但是对这个网友来说 恐怕是不太愉快的经验 他就分享说收到不熟的女同学 寄喜帖邀请他去参加喜宴 但是他提前告知没有办法去了 对方硬是要寄喜品 还附上了存折账号 要他收到喜品之后 惠里经过去 牛排店孙东宝 在最近靠着评价窜红 不过有一名女子他就抱怨 说去用餐的时候 店员告诉他是排在四号 没想到他去停车 才过了五分钟而已 店员就改口 说他是排五号 进一步询问之后呢 他还被店员呛瞎 说不想吃可以不要吃 反正女子还是排在第一顺位 意思都一样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1980年的电视剧上海灘 红遍了大街小巷 由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 还有赵雅之饰演的冯晨晨 是很多观众心中经典的角色 时隔40年了 他们最近难得合体 影迷看到惊呼 两个人几乎都没有变 看不出来已经年过60 以前曾经听说过 越南人抢着偷渡到欧洲 或是到中国大陆当黑工 不过现在竟然传出 有大批的大陆白领蓝领 涌入越南去抢工作 还让北疆省现在也成功脱皮 什么原因让越南华丽转身